到底对还是不对 其实有一个方法验证 你们待会可以把那个 编辑里面的一个偏好设定 偏好设定里面有一个叫做 单位和那个什么尺标 把这个设定 把这个单位跟尺标把它改为 因为它尺标呢 预设是公分 可是我希望的不是公分 你会发现这边底下文件 它是什么大小之类的 你把这个尺标的部分 把它改成 一般我们的习惯都是用像素 所以你把它改成像素 单位部分把它改像素 第一个按个确定 第二的话呢 请你点击下方有个箭头 箭头里面有个显示 显示里面的话 预设是文件的大小 请你把它改成文件的尺寸 把那个大小改成尺寸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到底刚刚做的动作对 还是不对 因为刚刚有同学好像 就是不太确定自己 这个图大小对还是不对 如果你把它改成那个大小 因为我的单位是像素 所以你会发现 它下方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图档的大小是 300乘上250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假设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就是验证一下 真的吗 你一看就知道 如果你记得 从那个偏好设定里面 先把那个单位改成像素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说它要做什么了 接下来的话第二道题目是什么 它说开启那个PSD01.jpg 就是那个吉祥物 这个吉祥物 有点像一个小老鼠还是什么的 然后呢 用工具 那工具指的是什么工具 我想它没有指定 去背 反正就是把它去背就对了 然后呢 并且把这个结果 就是把背景去掉那部分 就是那个吉祥物 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到那个 我们刚刚那个背景上面 有点像是 其实就是去背加合成 所以呢去背加合成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切到PSD01这个凸档 那因为太小了 所以你按Ctrl加 Ctrl加就放大 稍微把它放大 那这是一只吉祥物 一个老鼠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像鼠吗 不然这什么 我觉得它 好吧 随便 反正你想它像什么就像什么 那这个 第一个呢 去背 那所谓去背 就是说把它背景去掉 那去背景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后面 这一个啦 其实虽然说跟 我们原 我们刚刚做的是很像 不过你如果说把它搬过去的话 假设你今天这样的话 把它直接搬到这边来的话 贴上好了 它会变这样子 背景就会看起来 非常的突兀 对不对 所以不是这样做 那我需要怎么做呢 我需要的就是 可以把这个什么呢 把它的背景给去掉 那怎么样把背景给去掉 首先第一个 把它取消选举 第一个呢 就是你只要选 这个老鼠部分 怎么选 选这个吉祥物 选这个吉祥物 选的方法有 至少 会有好几种 其中的话呢 比较一般性的是 所谓的套索工具 那这个套索工具 怎么使用呢 就是这样子 点 点它 按住标方 对不对 再这样一直选 一直选 不过你会发现 第一个 你手的稳定度要非常高 而且不能放哦 什么时候可以放开 就是等到你全部绕一圈之后 才能放开 可是我现在就已经很想要放开了 因为有点慢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一个方法 不过如果你放开 它就变成一个选举区了 OK 所以这一招也许不太OK 因为这个 当然 所以把它取消选举一下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 多边形套索 可是跟上面套索很像 只是说多边形的 然后磁性的就是它会吸住 稍微好一点 但是它会自动吸附 它会自动吸附 OK 可是还是一样 你必须还是要绕一圈 还是很久 而且有些地方它会抓不到 像这个不是很清楚的边界 它会抓不到 所以这个 当然你最后结束就点它两下 它恢复了 可是这还是很麻烦 那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取消选取 这边 取消选取一下 其实比较快的方法 下方 记得有一个就是点住不要放 其实有两个 比较厉害的工具 叫做快速选取 跟魔术棒工具 这两个基本上 都可以帮助你 比较快的选取 我比较推荐用快速选取 那快速选取的话 它选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点击某一个点 它会自动去追踪附近 相似颜色的点 相似颜色的 所以点击这边一下 你会发现吗 这一块选起来了 那如果我点这边 这一块又选起来了 那你会发现 基本上 它已经很快的帮我把一个轮廓给做出来了 但是仅限于轮廓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选的 其实我要选的是里面这个吉祥物 可是现在选的 其实是背景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在上方有个叫 选取 对 转过来 因为我刚刚选的是背景 可是我不是要背景 我是要那个吉祥物嘛 所以把它反转 记得是在选取里面有个反转 好 转过来 但是虽然已经很快了 可是还是有点不完美 哪边不完美呢 这边好像少一点 对 还有这个流书 这个没有选进来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大范围的地方 用快速选取 小范围的地方怎么样 再用那个 也许套索工具 补墙一下 那如何补墙 特别之后 一先用快速选取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用套索工具 接下来 一般会把它砍错加 再把它放大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你放大一点点之后 这个像素会非常的清楚 那有帮助你 就是在选取的时候 可以选到非常的细微 做到几乎合成之后呢 也看不出破绽 所以你会发现 网络上很多 几乎看不出破绽的一些 合成照片 其实都是透过放大 放大 一直放大 不过还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它的尺寸 也要稍微 解析度也要够大 像我们这个练习题 解析度都太小了 所以看起来 其实没有那么的清楚 放大之后 那可是我今天希望 反转之后 我希望把外面这一块 把它补选进来 外面这一块 它没选到 怎么办呢 你可以再用套索工具 接下来特别注意 上方这边 有很多模式 请你一定要选 预设的话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选举区 千万注意一下 一定不能用这个 因为你如果用这个新增 它会把原来你已经选取那个选举区 把它取消掉 你又要重来了 所以请记住 请你选择 用套索之后 改用什么 改用第二个 增加至选举区 因为我要选的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要把它增加进来 所以点选增加 应该可以理解吧 那增加的方式 请你从里面选到外面 选的方式 我做一下demo 从里面往外面选 往外面把它 这个时候请你手要抓紧 千万不要发抖 OK那尽量呢 把可能没选到的部分 绕一圈 绕到里面之后 放开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它把这一块给补进来了 有没有 OK应该可以理解那个道理吧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流出 不过因为它解析度不高 我只要选一个大概 从里面 绕到外面 这个细节太多了 所以我大概绕一下 大概绕一下 绕到里面之后 把它放开 这一块又绕 又又选到了 这一块也是一样 从里面有没有 假设就这样子流出 选到里面放开 有没有 这一块又选到了 那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我大概快速的选一下 好 放开 然后这一块也是一样 那底下这个不要 这个有些 这个就不要理它了 好 大概选完之后呢 你再按Ctrl-减 减的话呢 再去看一下细节 有没有地方漏掉的 或者是 如果多 刚刚是没选到 你把它补进来 可是有没有 本来不应该选 可是你却选到的 假如说有的话 比如说像哪里呢 下面这边好了 比如说这个阴影 你多选 你要把它扣到怎么办 请你记得用减去模式 怎么减去 刚刚加的话是由里面绕到外面 减的话请你从外面 绕到里面 比如这一块你不要 然后把它绕一圈 放开 有没有 这一块就不见了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特别注意 最常犯的错误是 有同学直接点了之后 它本来是新增模式 它忘了去增加或减少 这两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吉祥物假设已经选好了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扳到 我刚刚的这个背景图 其实很简单 只要记得 以前你们在 比如excel里面 选取文字不是Ctrl C 然后那边怎么样 Ctrl V 它就贴上 其实在影像处理也是一模一样 选好之后呢 Ctrl C 切到这边来之后呢 Ctrl V 贴过来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反正以后就选完之后 Ctrl C C 这样很好记吧 那再来的话 你就怎么样 把它移到哪里呢 移到这个位置 并且缩小 那怎么做 待会再来看 移动特别注意 你不要这样移动 这样是选取 请你这边有个移动工具 点它 再移动它 它就可以移动了 OK 如果你用别的工具 可能就没办法 别的工具 可能又要再选一下 不对 记得用移动工具 把它移动到这个位置 但是要缩小 怎么缩小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先试试看 如何把这一个 把它做一个去背的动作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去背 基本上我是利用了两个工具 一个是快速选取工具 一个是套索工具 其实后面我们会有个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就是请各位 自己再利用这个功能 去找一张一个人 一个背景 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的练习题 OK 所以 这个那网路上Google一下 而且你可以Google网路上的照片 或者你自己的照片也可以 然后你找一个背景 比如说巴黎铁塔 再找一个人 你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那做法上面的话 我想各位在 等一下 这个是变化题部分 等于是延伸性的练习题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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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